撕开包装倒出绿咖喱酱 还有一块块鸡腿肉 老字号食品厂南桥 去年营运表现亮眼 获利达10.7亿元 写下五年新高 二号举行股东会 通过每股配发2.2元现金鼓励 只不过去年南桥高层大班峰 一度传出董事长陈飞龙 将退居幕后 但今年股东会上 却仍由他亲自主持 身形和过去相比 明显销售许多 陈飞龙口中的他们 就是长女陈一文 和小儿子陈正文 去年分别升任南桥执行副总裁 和旗下华强实业董事长 交棒态势胡植欲出 而过去股东会上 陈正文总是低调在一旁 虽然话少但做事细腻 不但拓展南桥在中国业务 去年南桥上海公司 在A股挂牌上市 他同样功不可没 姐弟接棒康泽承袭上一代能力 七十年企业挺过疫情冲击 继续擦亮老字号招牌 三零星宇苏云跨李某山台北报道